你們本土的案例有4例 沒有死亡的更案 那總共的境外移入 等於是前一天1月11號 有92例 有92例 那58例是昨天早 昨天早上 到昨天半夜 那幾班的飛單應該780 八班的航班 落地採檢 所檢驗出來的陽性 這58位 這58位在昨天就 在雞邊就直接送醫 那34例是居家檢疫採檢 就等於 那這2個數目 當然今天加起來會比較大 那接下來大概居家檢疫採檢的數目慢慢會降低 那長期長多隻以採檢 大概根據進來的人數 會有一些上下的起伏 因為我們本來在計算 因為我們是在機場拖了口水 那回去 一般報告 大概都一天到兩天才會出來 所以今天這個數目會有一個是 前天或是到前天的相關的一些數目 在 這個居家檢疫的裡面 58例的一個 的情況 大概是昨天這樣子實際 有採檢的人數 在機場 有採檢人數是625人 那總共有陽性的人數是58 所以在昨天整天這樣下來的陽性的比例是 9.28% 另外這張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這當然就沒有算在這58例的裡面 因為今天早上他有一個結果 也所以也事先 跟昨天一樣 昨天早上有17例 那今天早上有16例 那人比昨天稍微多一點 昨天是210幾人 那今天早上現在人稍微多一點 是287人 那總共陽性的人數有16名 所以早上 這個6班的航班 昨天是5班 今天是6班 他的陽性率是5.57 5.57 謝謝